这个漂亮女孩第一次应聘内衣模特的工作 经纪人一见到她就挪不开目光 火辣辣的眼神看得她不好意思 几天后接到经纪人的录取通知 女孩十分开心 可接下来对方却提出了无理要求 女孩明白对方是想潜规则自己 她一时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 她叫静香 中专毕业后就来到北京打零工 勉强能维持生计 这天在网上找工作时 网友说要介绍给她当平面内衣模特 年薪十万起步 这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在当时已经算挺多的了 女孩很心动 很快就和她们见了面 两个男人也是十分惊喜 以前也见过不少网友 大多数都是见光死 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 很快就和她成为了好朋友 大雄和小夫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个女人 自称叫做灵姐 是她急着要找模特的 两人很快就带着静香与她接洽 灵姐对静香的形象也十分满意 她说她在一家俱乐部的人事部门工作 最近接了一个私活 给香港一家公司招聘平面内衣模特 明天就带静香去见那家公司的经纪人 同时提醒她要包装好自己 记得打扮清纯点 就说你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 静香没想太多 身穿着一袭白裙 将自己打扮成学生妹去见经纪人 经纪人一见到她就挪不开目光了 礼貌性的握手变成了她开游的机会 这长相谁看了不迷糊 听说是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妹 经纪人更是欢喜 静香只好随便走了一走 经纪人连连点头 忍不住吟失一手 福荣如蜜 柳如梅 樱桃小口 像樱桃 好事好事 说得静香都不好意思了 第二天就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让她明天晚上过来酒店签合同 静香闻言觉得有蹊跷 干嘛要晚上签呀 经纪人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说要钱规则她 气得静香当场挂断了电话 但她还是很纠结 她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只能跑去找大雄和小夫商量 大雄灵机一动 让她明天按约去酒店 不过得挑白天去 先哄着经纪人把合同签了 再想办法脱身 静香担心自己被霸王硬上弓 大雄连忙让她放心 自己和小夫会躲在外面 如果对方敢动手动脚 就冲进去教训她一顿 三人的计划似乎很周全 起料第二天出了状况 进入酒店之前 灵姐突然紧张兮兮地提醒 静香别去签合同 怎么了 是出了什么问题 灵姐说她和那个经纪人 也是在网上认识的 先前不知道她的底细 昨天突然发现她是个骗子 根本不是什么模特经纪人 就是个想寻花问柳的爆发户 那这么说 这合同就断签了 那也是假的 那可不是吗 不过灵姐还是想到了一个补偿方案 干脆将计就计弄个仙人跳 用静香为幼耳片那家伙 对其动手动脚 然后大雄和小夫冲进去了 她的十万块 到时咱四人平分 那人名叫胖虎 虽然不是真的经纪人 但做着家具生意 家底还算雄厚 四人一拍即合 而此时三人不知道的事 这灵姐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酒店中胖虎正准备 对静香上下其手 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吓得她坐立不安 赶紧打电话给酒店经理来处理 谁知静香趁此机会打开了房门 大雄和小夫迅速冲了进来 给她拍下了不少清凉照 大雄谎称静香是自己的老婆 你光着身子跟我老婆在一块 还想干什么呀 你这叫强奸尾随你知道吗 胖虎彻底被唬住了 恳求他们不要去报警 不找警察也行 你给我拿十万块钱 算是给我老婆的精神赔偿 这事就算了了 胖虎战战兢兢的说 自己身上没这么多钱 小夫一搜她钱包 还真只有几百块钱 不过倒有张银行卡 大雄掏出刀子逼问她密码 在她疯狂的暴打之下 胖虎只能屈服说出密码 三人正准备撤退去取钱 不料酒店经理已经报警 警察将他们全都带了回去 经过审理之后 发现这不是简单的仙人条 一切始作俑者 都是那个叫林姐的女人 原来她是专门招聘 在夜场工作的女孩 出去陪游客的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您介绍 漂亮性感的女孩 陪您外出旅游 她们的服务啊 还是满到位的 这样可不可以 比如说当天回不来 没问题 我给您找一个 能陪您烧飞双素的 胖虎非常高兴 不过她不喜欢 在夜场混饭吃的姑娘 她想找个精纯一点的 钱不是问题 林姐直夸她的趣味 还是蛮高层次的 不过青纯的女孩 直接用钱 可没那么好摆平 还得搞点弯弯绕绕出来 才有戏 因此她便让胖虎 假装是模特公司的经纪人 以高薪招聘模特 为由来吸引那些漂亮女孩 等到要签合同的时候 再签规则她们 而作为中介 林姐当然要收取 一笔不菲的佣金 胖虎直夸这办法真妙 可她没想到的是 这林姐根本没有道义 在收取了她的佣金后 她又教唆大雄那几人 一起搞仙人跳来敲诈她 这才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很快林姐被警察盯上 在她准备见新的客户时 被当场抓获 最终林姐被判教唆犯罪 作为这起敲诈勒索案的正犯 她将承担主要责任 而静香大雄和小夫 也各自受到了不同的惩罚